9月7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1945年的8月14号深夜 日本昭和天皇穿上了军服 佩戴他的军刀 来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中战诏书的录音 因为事先得到陆军部有人策划叛乱 所以昭和天皇的侍从 有一个叫做德川义宽的 留了个心眼 把录好的这盘录音带给藏到皇后那边去了 果然8月15号凌晨 为了阻止御英放送 日本陆军叛乱军官杀死了他们的长官 禁卫师团团长森秋中将 并用他的名义发布了军事动员令 一度控制了皇宫 但是他们是再放肆 也没赶到皇后那边去搜查 结果就没找到这盘录音带 平息叛乱之后 这些叛乱军官多数都是自杀告终了 当天8月15号中午12点 日本放送协会播放整点暴食之后呢 先播放了军支带 就那日本国歌紧接着播放中战诏书 暗征啊 及时停火了 但是在国民政府 还有中国东北的苏联部分军队呢 持续和当地的日军武装冲突 这个冲突一直持续到了 1945年的9月2号 那天呢 日本代表在美国的海军秘宿里 战略舰上签字 才算结束 抗战终于结束了 国民政府对汉奸卖国贼 日本特务进行了大规模的检举 和军事法庭审判 咱们听说的那些像陈公博 周佛海这些大汉奸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汪精卫的坟都给刨了 这老百姓都是拍手称快的 看在眼里 可是当上海市民有一天早上拿起报纸 看到这么一则新闻 他们不知所措 著名女龄歌星李湘兰被当作文化间谍 给抓起来了 不久前呢 她还在塞马场举行过个人演唱会呢 那曼妙的歌声就在耳边 怎么突然间就成了汉奸间谍了呢 上海虹口大杂院收容所 许多被捕的前维持会成员呐 伪军军官呐 还上海当地那些怀疑与日本人有勾搭的那些名流 被关押此地 李湘兰也被关在这儿 李湘兰当时是一身的灰蓝土布偶群 虽然是绝代风华脂粉褪去还是处处动人呢 他精心的在这个腰尖的一山分岔处盘了一个不扣 那天国民政府上海军政委员会来人提审李湘兰 在军官的历生训问和充满了正义和民族大义的氛围下 那李湘兰就像这一场荒野大火中侥幸活下来 还站在冒烟的树叉上的那只夜鹰 又自己颤悠悠的身体语言 他想告诉军官们他的不幸 他的无奈 但是啊 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他们说出了一个名字 拿出来一张剧照 那个剧照呢 是李湘兰在维满洲国在东北的时候演的一部电影 叫做《知那之夜》 而那个名字呢 叫做川岛方子 李湘兰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 就是今天的沈阳边上的一个城市 叫做北烟台 他实际上是纯正的日本人 原名叫山口叔子 他的祖上是日本的左赫县人 他爷爷在左赫县当地还很有名 是做汉学研究的一名学者 正是在他爷爷的这个影响下 父亲举家来到中国东北 成为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早期的满猛移民 在1931年 日本侵占了东北 建立了维满洲政权 然后开始了他们的大规模移民计划 开始实施这个移民计划 一直到了1945年 这移民高达 这日本移民高达160多万人到了东北 1932年 当时发生了一起叫做平底山惨案 数千中国平民遭到日军的屠杀 当时山口叔子的父亲就因为同情中国人 结果被日本人定为通敌 当时还遭到了拘留审查 后来想 他就是一个汉语通 所以他喜欢中国文化 同情中国人 后来还给他放了 但是这个教训呢 让山口叔子的父亲想到了 他要找一个靠山 于是他找到他的同学 原来的凤旗群伐中将 后来在沈阳银行当总裁的李继春 就让他认了山口叔子做了养女 从此呢 山口叔子就跟着李继春姓了李 李继春原来有个笔名叫香兰 那么山口叔子得名李香兰 当年的东北 俄罗斯文化是社会的主流 芭蕾舞 交际舞 吃红茶 喝罗颂汤 在有一次聚会中 李香兰就认识了一位白俄罗斯少女 叫做Luba 两个女孩年龄也相仿 趣味相同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李香兰小时候 13岁手得过肺病 为了恢复健康的 Luba就说 你跟我去学美声 去学那个唱法 去唱歌 那样可以强健肺部 对呼吸好 于是就把李香兰给介绍到了 原来曾经在沙俄大剧院唱女高音的 叫做波多列索夫夫人那里 于是李香兰就开始接受扎实的 花枪女高音的训练 但是唱歌不是父亲的愿望 父亲是希望李香兰成为外交家 所以14岁的那个时候呢 李香兰就被爸爸送到了北平读书了 在北平他结识的川岛方子 由于在日语中啊 川岛方子那个方子和山口淑子的淑子是一个词 所以呢 川岛方子的喜欢这个扮男生嘛 所以呢 跟这个山口淑子两个人是兄妹相称 从此形影不离 16岁的时候 李香兰参加过一个在北京的一个活动 当时他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如果日本人越过北京的城墙 你怎么办 当时的李香兰脱口而出 他说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这样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 我会第一个死去 这是李香兰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流露出这种 在中日两个民族巨大的历史冲突当中 自己的无奈和心痛的感觉 但是谁也逃脱不了战争对个人命运的裹挟呀 那个人算什么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这一时期 日本为推行日满亲善 还有什么五足协和搞怀柔政策吧 开始进行文化宣传 搞文化宣传拍电影啊 由这个满洲铁路公司 他们出钱办了一个电影公司叫做满印 叫什么叫满洲影化诸事会社 成立了这么一家电影公司 川岛方子就大力推荐李香兰 去那里做了一名专职的演员 李香兰演的第一部电影叫做《蜜月快车》 当时他本来是做配音演员的 结果一试镜之后说很合适 就让他去演了 结果一下就红了起来了 后来他又演出了《知那之夜》等三部 叫做《大陆三部座》 原本人称的《大陆三部座》指的就是当时在中国东北拍摄的这三部电影 李香兰的歌曲电影呢 其实后来都是被定性为什么蛊惑民众啊 搞民族歧视的这样的电影 但是实际上在当时啊 就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的确是十分受欢迎的 上海沦陷后 李香兰来到了上海 在这里呢 他遇见了曲作家陈歌新 陈歌新非常有名啊 老上海把他称作歌仙呢 《快智人口》的叶上海呀 《玫瑰玫瑰我爱你呀》 都是陈歌新创作出来的 两个人相逢没多久啊 就传出了恋情了 但是陈歌新呢 在上海是有家有事的 李香兰的身份呢 这日本人的身份也是阻碍两个人 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个隔阂 后来陈歌新就写信告诉李香兰呢 就两人不要来往了 最后他送给他一首歌啊 就是恨不相逢在彼时 那首歌呢 把这个两个人的感情渲染的淋漓尽致 但这种感情最后是不了了之了 1943年 一部叫做《万事流芳》的电影 让李香兰这个名字轰动一时 毛泽东 蒋介石 周恩来都看过这电影 但是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李香兰是日本人 这电影还被评为当年的最佳影片 不过到了中共建政之后 到了1963年的时候啊 人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又重新来了 说是利用中国人民的感情 歪曲爱国人物 歪曲历史还有新的评价 但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呢 它是上海最红的一部电影之一 不过真正让李香兰成为巨星啊 多年后也为人所记得的不光 不是电影 而是一曲歌叫做《夜来香》 1944年初秋 李锦光创作了一首 伦巴舞曲风格的一首歌 它起名叫做《夜来香》 他拿给周璇 还有龚秋夏 姚立这些当时的大腕歌星 让他们去试唱 但是呢 因为这首歌的音域太宽 有两个八度 所以这几个歌星都不太适合 只得作罢了 李香兰有一天来到西代公司录影片这个主题歌 无意中 他就在李锦光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夜来香这个歌谱 他就试唱了 你想 他原来是学过《花枪女高音》的呀 这一试唱 合适 李锦光和李香兰两个人都特别高兴 这就是他们两个字想要的 从此 夜来香成了李香兰演唱会的《必唱之作》 他也把他的艺术生涯推到了巅峰 夜来香当时有多红啊 李香兰回东京去办演唱会的时候卖票 票都卖完了 剧场外的人还不肯走 排队的人把剧院围了七圈半 后来很有意思 他们管这个叫演绎历史上的七圈半事件 后来这里 李香兰还是借了别人的一身大衣 悄悄离开 不然都走不掉 这首歌从诞生以来就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代表作 李香兰也因为这首歌成了七大歌后之一 跟金嗓子周旋齐名 包纸上当时管他叫做中国骄傲 管他叫做北京姑娘 这个称呼完全掩饰了他日本人的身份 中国人对于他寄予了深厚的感情 面对着自己的祖国 对于自己的养育之国的侵略 李香兰非常愧疚 也很恐惧 他面对中国人在他的歌曲中找到的那份民族情感 是又爱又怕 所以他再也没有勇气公开他的日本人身份了 就这样啊 慢慢的 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也走到了结束的那一刻 1945年的8月9日 上海国际跑马场座无虚席 来自世界各国的名流齐聚此地 欣赏李香兰演唱最流行的歌曲《夜来香》 李香兰当时是挽着花篮手持雨扇 唱着飘逸曼妙的歌声 那有谁能在此刻会想到外面的世界正在杀戮呢 同一天 美国空军斯维尼少校驾驶着B-29 将原子弹叫做胖子的那颗原子弹给扔到了日本长崎市 14万9千人当场死亡 这彻底瓦解了日本本土玉碎的抗战决心 六天后日本投降 李香兰被作为文化汉奸抓起来了 为了脱身呢 他就说出了自己是日本人的秘密 但是法庭是需要证据的 李香兰二十的那个伙伴 白俄罗斯姑娘Luba就跑到了北平 帮她去找寻证据 有一天 李香兰收到了北平寄来的一个木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李香兰小时候的日本玩具娃娃 这个玩具娃娃能说明什么呢 就玩日本玩具娃娃就说明你是日本人吗 突然他发现 娃娃身穿的那个和服凸出来一大块 赶快的打开一看 李香兰的日本户籍证明 这下有救了 在军事法庭上李香兰出示了自己的日本户籍证明 那既然是日本人就不存在汉奸这一说法了嘛 法庭决定无罪释放 但是旁听的观众愤怒了 一起在旁边高喊枪毙枪毙 李香兰顿时是满面泪水 他明白自己已经深深的伤害了他热爱的养育他的中国 他抽气着慢慢开始清唱 人们的呼喊声慢慢的淡了下来 因为人们听出来了 他在唱 最后李香兰被下令遣返日本 告别了李香兰这个名字的山口淑子 回到日本后啊 又跨入了影坛 演了不少电影 后来呢 他嫁给了一名外交官 记得吧 小时候父亲就想让他当外交官的 这下父亲的愿望实现了一半 没当成外交官 当成了外交官夫人 1969年呢 他又美丽转身当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 1974年 他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那个首相田中角柔 在他的劝说下出马竞选 竞选参议员 当了18年的参议院的议员 一直到了1992年 当时是已经是72岁的李香兰才从参议院退休 2014年的9月7号 历史上的今天 李香兰94岁高龄病逝家中 在他的晚年呢 在80年代末的时候 他出版了一本自传叫做《我的前半生》 一个假冒中国人的自白 在那本书里 他揭露了日本清华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也表达了他说叫日中不再战这样的一个和平愿望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他提醒日本青少年记住 这都是事实 1992年 李香兰到上海见到了陈歌新的长子 就是那首很著名的 梁筑小听旗协奏曲的作者陈刚 他对他说 我和你爸爸当年很好啊 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 我就嫁给他了 历史上的今天 李香兰 一一带水 行渐远 无奈风和雨 凌落成泥 碾坐沉 只有香如故 好 好 好 你后来 我赶替他 好 好 感谢观看